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昨天公布了潔淨網絡的大計 當中涵蓋了五大範疇 其中一項就是潔淨手機應用程式 來到今天 美國總統特朗普馬上有所行動來配合 他簽署了一套行政命令 禁止所有美國國民 和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以及微信的母公司騰訊進行交易 這個禁令將會在45天之後正式生效 特朗普簽署這套行政命令 有什麼法律依據和理由呢? 其實他引用了國際應急經濟權力法 和全國緊急狀態法 所賦予給美國總統的權力 來發出這套行政命令 這套行政命令當中指控TikTok 說自動從用戶方面 報獲到大量的信息 例如位置數據 瀏覽歷史和搜尋歷史 這種數據收集 是很有可能令到中國共產黨 取得到美國人的個人信息和專有信息 另外又指控TikTok 會審查一些中共認為是政治敏感的內容 亦有可能會用在有益於中共的虛假資訊傳播 故此發出這套行政命令 其實特朗普的舉措 就是迫使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處於一個極為被動的位置 因為他們就必須要在45天內做好一個抉擇 究竟是要出售在美國運營的業務 拿回多少渣拿酒算數就好 還是壓索性主動退出美國的市場 一個崩也分不到好 若然他們決定要出售業務的時候 當然越接近45天這條死線 他們的價值是越低 因為一旦去到第45天 都仍然是談不攏 傾不買爛 說不定的價錢的時候 一元都分不到 因為行政命令說明 45天夠期就禁止交易 所以越接近45天 價錢就是越為賤價 好了 但是若然他們決定 他們有傲骨不屈服 當然下場很可能遭到在美國的全面封殺 到時候就真的打水漂了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在三天之前 還在微博那裡向TikTok的母公司獻計 他就說 TikTok雖然沒辦法對抗美國政府 但是有能力在關鍵時刻 對關鍵細節作出出其不意的反應 打亂特朗普的如意算盤 這樣就有可能從被動轉為一定程度的主動 其實 胡錫進這條糞便已經不敵特朗普這道行政命令 根本上就不行 而且 胡錫進 經常想著利用這個TikTok事件 就可以左右得到美國大選的選情 實際上是不行的 因為現在 現在特朗普就切了一道限期給你 而且一個選擇的兩個 要麼就出售業務 拿錢走人 要麼就全面封殺 渣都沒有剩 作為一個理性的人 當然就是很等得來 去怎樣選擇 但是究竟現在大陸有多理性 都成問題 所以到底到最後 那單交易是成不成功 我就不是這麼看好 因為要TikTok以賤價賣給微軟 其實在感覺上就好像叫大陸屈服了這樣 當然 如果一個人是理性先行的話 他就不會考慮那麼多的多餘情感 他就只會有利益的考量而已 那當然是拿錢走人就最好了 況且大陸現在提倡叫做 國內大循環的經濟概念 起碼拿錢走人的時候 又可以投入這一筆的資金 在國內大循環當中滾來滾去 唐水滾糖魚 你也要注入一些水源才行的 這一筆正正就是水源 但是 若然一個人 他是情感先行的話 那就麻煩了 因為他會考慮很多無謂的東西 有一些利益以外的東西 他也會考慮了 那分分鐘是談不上數的 況且就是 若然微軟出價真的太低的話 達不到他們的心目中的底價 我可能就索性一拍兩散都不定 所以我不是這麼看好的 好了 現在美國就順勢 制裁微信的母公司騰訊 實際微信在美國方面 主要都是華人來使用 作為一個即時通訊軟件 以及支付軟件 當然 這個所謂的WeChat Pay 在美國也不太流通 但是 有一件事就非常重要 就是騰訊近年 大舉收購了很多 以美國為基地的遊戲公司 特別是 就是專門生產一些 這些手機遊戲 這就是一門極為賺錢的生意 因為那些年輕人玩的手機遊戲 就不是Candycrash那一類 那麼休閒的 而是玩那些打打殺殺 又要買虛擬武器 虛擬道具 每個月都是四位數字 所以這些手機遊戲 就是極度賺錢的 而騰訊就專門去買一些 現成的遊戲公司 即是那隻遊戲已經是非常熱門 很賺錢的 騰訊就買下了這個公司的股權 若然那些年輕人去玩這些手機遊戲的時候 騰訊就在賺錢 比如說 騰訊在美國買了什麼遊戲公司呢 舉幾個例子 其中一家就叫做Riot Games 騰訊就已經買下了百分之百的股份 他們的代表作就是 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 另一家就叫做Supercell 騰訊就買了百分之百十四的股份 最Hit的遊戲就叫做暴落衝突 這隻暴落衝突在香港賣很多廣告 巴士的廣告 地鐵的廣告 在金鐘站 整個月台都是貼滿了這個暴落衝突 那些廣告費 錢從何來呢 又是陽無出自陽身上 所以經營這些手機遊戲業務 真的好賺錢 另一家的公司就叫做Epic Games 那這個Epic Games最有名的遊戲就是 要塞英雄 另一家就是Blue Hole Blue Hole就是最有名的叫做絕地求生 Ubisoft就是很有名的 玩電腦的遊戲都有的 最有名的就是刺客教條 另外一家叫做暴雪 暴雪就是開發魔獸世界的 那基本上呢 如果那些年輕人要玩這些手機遊戲 怎樣都會重視一間的 即是如果是喜歡玩這些手機遊戲的話 除非他不玩而已 一玩 騰訊就賺錢了 那所以 到底 怎樣來處理騰訊現在所持有的這些 美國遊戲公司的股份呢 就很值得來去關注了 因為呢 特朗普那道行政命令就說 禁止國民和騰訊進行交易 好了 他手持著那些遊戲公司的股份 那怎麼辦呢 若然他們選擇不出售 就這樣放在這裡的時候 會不會招致到一些不知什麼的後果呢 這個就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了 好了 特朗普現在玩這一招快刀斬聯華 其實就是一鍋竅起了大陸這些軟件的業務 手機軟件的業務 就等同於斷大陸的財路而已 過去幾年 特朗普主要是針對中國科技硬件的業務 主要針對就是華為 又說不賣這個芯片給他 待會又在其他國家那裏叫人封殺華為 他已經成功了大半 就算說在德國 麥克爾已經變成了閉腳鴨了 連他自己的黨友都不聽他的腦點了 現在特朗普雷厲風行地針對中國的手機軟件業務 TikTok就是社交平台 WeChat就是即時通訊和電子支付 騰訊就是經營很多的手機遊戲 這幾樣東西全部都是很賺錢的 甚至乎以消費者的角度 使用錢在這些手機軟件上的額度 比起買電話更加多 因為買電話最多都是一炮過的 對不對 這麼多錢就是這麼多錢的了 但是這些手機遊戲這樣的東西 無底心談來的 只要那條人一天在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不斷地 鬼迷迷地去課金了 其實就跟賭錢落海沒有分別而已 因為只要一關了那部手機 那些什麼虛擬武器呀 虛擬英雄那些全部都是不存在的了 但是有不少這些人的 因為他就可以從手機遊戲當中 獲得快感、成就感等等的東西 那如果你是在聽我這個節目 又沒有玩到騰訊有份參與的 這些手機遊戲的話 那我真的恭喜你了 因為你的人生是省了很多這些無謂錢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